刚结婚感情就不好了 一回到家 他穿了一个花棉袄 所以那段时间 你就躲着他是吧 躲着他 不回家 不回家 你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过嫌弃吗 看到过 然后他就不上班 和社会都脱节了 他为什么不上班 因为我不让他上班 你为什么不让他上班 老是给我找麻烦 他只要逮到我 他就必定和我吵架 他把我胸膛 一块皮直接给我扯掉了 其实你心里很委屈 其实我也不是想要 什么多好的生活 我就想要你搭理搭理 我也不想不打扮 打扮了没人看 你肯定嘴毒你知道 他吵不过我 我的嘴特别厉害 然后突然间又说不了话了 免贪了 我朋友说这报应 他就一边筹钱 一边用他很少的关系 去打听到哪里能治疗 然后鼓励我说 你肯定能好的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电视机前和网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手号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媒体评论人 这里 媒体评论人 实数字 心理专家 白燕怡 好 我们一起来了解到今天的故事 我结婚快十年了 可是在婚姻开始的前五年 我不知道什么是婚姻生活 什么是家庭生活 争吵 逃避 离婚 我跟她像生活在平静世界 没有交集 后来的一件事 再让我看到她 看懂她 才知道自己多么不懂事 老婆 对不起 那次在医院 我不该杀你婚 掌声有请今天的被知信人陶雪平 你好 大家好 土雷老师好 多大了 今年三十岁 看着还像二十出头的样子 哪里人 山东 你老公给你道歉 对 道啥歉 第一次听到她说道歉的时候 觉得也挺意外的 受宠若惊是吧 对对 因为平时的时候也没有听她说过道歉之类的话 那她到底对得起对不起你吗 感觉我们两个都有错了 那到底谁更对不起谁多一点 自己以前也挺任性的 好 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志线人 董磊 大家好 土雷老师好 你多大了 我三十一岁 大一岁是吧 大一岁 怎么着对不起人了 因为之前我一件事做得特别的过分 就是17年的时候因为我得了面瘫 然后接着得了抑郁症嘛 然后我就自杀了 然后醒来以后 她就在医院里护理我 当时因为我俩感情不太好 就当着所有医护人员 还有亲戚的面 骂她让她滚 说这辈子就不应该找她 虽然现在我俩感情也好了 但是这件事就是一直难以释怀 然后今天就想尊重来给她道个歉 你为什么要自杀 因为17年的时候我得了面瘫 然后说话也说不流利 喝水吃饭都很快难 去过许多大医院 然后医院说你只能回去养着 给我开了一点那个药 养自养神经的药 我就觉得这辈子可能完了 根本就恢复不了了 然后心情就不好 就开始要头发焦虑 那别人救你 你咋还怪别人呢 因为之前 我俩感情不合 所以说我就一直心里抱怨她 一直恨她 就不该救她 是吧 也不是 当时就觉得是 毕竟在一起结婚 这么多年了吗 多少年 快十年了 十年 对 怎么认识 我俩是 07年年底 同时在一家酒店打工 谁追的谁 觉得这个小伙子 感觉挺实在的 你追的他 平时的时候 就主动地和他聊天 然后慢慢地 两个人在一起 时间长了 就有了感情 当时就是我值班的时候 他也经常去陪我值班 然后有一次他就说 他梦见他爷爷告诉他 他给他误塞了个对象 然后说的这个人好像我 然后我觉得 可能我俩有缘分 你爷爷还在吗 我爷爷去世了 去世了 这梦是你编的吧 当时的时候我忘记了 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段话 那就是编的吧 那多久之后结的婚呢 07年年底订的婚 12年结的婚 婚后感情好不好 不好 刚结婚感情就不好了 我俩从定亲以后 感情就不好 咋了呢 定完亲之后呢 我就一直上班工作 然后他就不上班 他为什么不上班 因为我不让他上班 你为什么不让他上班 因为他上班 老师给我找麻烦 他上班给你找麻烦 啥意思 他上班和同事 领导 还有客户之间的关系 老师处理不好 然后上几天班之后呢 他就 这个同事又这样了 那个领导又不行了之类的 老师给我带来一些麻烦 这事又不要你解决 给你带了什么 都让我解决 以前的时候思想也不是很成熟 然后就总想着让他帮我去解决一些事情 他能怎么解决呢 当时就想着就是有困难就找他嘛 比如说有一次 他就说一个客户非要加他微信 加他QQ 然后说非要和他谈谈之类的 然后给我打电话说 怎么着怎么着 那你怎么解决的 我就去去找那个人 那个人跑了嘛 跑了我就和他老板 老板娘理论 把工作给他要回来了 然后就没带让他去 所以你觉得这个女人上班招这么些事 而且还挣不了啥钱 干脆就别干了 对 还是你压根心里就不希望他工作 我希望他工作 但是他工作不过三天 必定会有这谁那谁的告诉我 那就是你特别喜欢惹事 也不是 那别人工作咋没那么多事呢 当时时候也小 然后总感觉在他的身上找一点存在感 我还有一个姐姐嘛 我是老二 平时的时候在家里也是都是宠着的 然后遇到什么事情 总有人帮我解决 所以我觉得找他的话就是理所应当 其实就是想撒娇 让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当时就是有点作 作 然后就在家里 在家里 家在哪呢 济南来吴区 那你上班在哪呢 我就在市里上班 他结婚以后就回老家了 回农村去带孩子了 结婚之后就有孩子了 那也就是说你们就两地分居呗 两地分居 你在城里面做什么工作 我做KTV工作 我一开始是服务生 然后接着是领班 主管 经理 最后做到店长 那他在老家带孩子 你在城里挣钱 你们也不会有矛盾呢 怎么会感情不好呢 就是我也是年纪小嘛 然后他接触的人不多 就是他的父母 姐姐和我的父母 所以他的心思 可能都放在我身上 老给我打电话 或者莫名平民料的 就发一条 特别烦心的那种信息 什么烦心的信息 就是说你自己在外边 多好多好 我在家里又得看孩子 又得这样 牢骚话 对牢骚话 你是不放心他吧 不是不放心 那是什么 当时的时候就觉得 一个人带孩子 他经常他不回家 你去找他呗 当时孩子小 还不到一岁 你就很烦是吧 对 当时候有一点抑郁那种感觉 你就想跟他在一起 总感觉心里有委屈 然后想找他倾诉一下 但是他不耐烦 那他回家里以后 看见你的时候 耐不耐烦 他很少回家 一个月最多也就是两次吧 大概有多少公里 三十公里 不远啊 三十公里 怎么一个月才回两次家 其实我是躲着他 躲着他 我俩见面 就容易吵吵之类的 我就躲着他 你是不是越看他 越不顺眼了 嗯 是 哪儿不顺眼呢 一回到家 他穿着一个花棉袄 穿花棉袄怎么了 从来不换衣服 然后也不注意礼节 比如说亲戚朋友聚会 其实长辈要做上手的 在我们农村是很讲究的 每次就是上期 人还没坐 他就看到那边宽快 他就坐下了 然后我让他起来 我说你起来 这是长辈做的 然后他就和我吵吵 然后我觉得特别脸上架不住 父母没教过你礼节吗 教过 那你干嘛还不懂 当时的时候就觉得是在老家 然后亲戚什么的 都亲戚朋友的 都没有把我当外人 亲戚也有长幼尊卑啊 也没在乎这么多 因为经常见面 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过嫌弃吗 看到过 你觉得嫌弃你啥 不会打扮 和社会都脱节了 城里的女生都怎么打扮 最起码出门会穿个外套 然后不会来了客人 也会穿个棉袄脱鞋 这样的 城里哪种姑娘的打扮 你是最喜欢的 穿职业装的那种 小西装 对 然后呢 然后就是特别会说话 特别会做事那种 要涂口红吗 换个淡妆就可以 那她呢 穿拖鞋 不出去就不洗脸 这不是不会打扮 这叫邋遢 当时带孩子也没有空 去收拾一下自己 这是谁啊 你啊 这就是你嫌弃的那个样子 是吧 这样看挺好看的 好清爽 这还是美颜过的 她不美颜 她不会照相的 说白了 你就嫌人家难看呗 她不是难看 她就太邋遢了 她今天这样好看吗 今天这样好 所以那段时间 你就躲着她是吧 躲着她 不回家 不回家 你越不回家 她越抓黄吧 她越厉害 她只要逮到我 她就必定和我吵架 动手吗 动手 她一般吵架 她吵不过我 我在KTV上班嘛 因为经常遇见那个顾客喝多了酒 打了电视机 不讲理的那种 所以说我嘴皮的可能快一点 然后她吵不过我 她就 她就动手 她就 吵不过她 吵不过 然后就觉得心里挺压抑的 其实你心里很委屈 其实我也不是想要什么多好的生活 我就想你搭理搭理我 我也不想不打扮 打扮了没人看 我也不是说不想遵守礼貌 我其实心里憋得慌 你要是理理我的话 我哪会那么不懂事呢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你跟她说嘛 你动手干啥 就觉得挺压抑的 然后就身边有什么 就觉得是先发出来再说 拿到什么算什么 记得有一回是拿了一回 板凳 砸中了吗 没有 没砸中 让我姐夫给挡下了 还拿过啥 记得有一次就是 她朋友到我们家里去 然后当时也有闹得不愉快 然后正在切到菜的时候 切菜 菜刀 然后就扔 扔过去了 就扔掉了 天哪 家暴是犯罪啊 可以吵可以闹 但绝对不能动手 当时也是我把她给气火了嘛 你怎么气她 你说啥了 除了会洗衣服 除了会做饭 你啥都干不成 你看你看一样吧 你看干啥别打 干啥都什么 都白打 反正那个围绕的意思 就找了你后悔了 你肯定嘴毒 你知道 我嘴就是箭 吵得最厉害的时候 受伤过没有 有一次她 她咬我 咬得特别厉害 她咬你 她把我胸膛 一块皮直接给我扯掉了 扯掉了一块皮啊 当时我忘记了具体 可能是她拦我嘛 然后我就 虽然虽然是咬了她 你们闹过几次离婚啊 三次 第一次 是因为去她家里 她说非得去 我说我想睡一会觉 然后就因为 这点小事就吵了起来 然后我俩直接去民政局 那个合同都打印好了 然后进去之后 让我朋友把我们拽回来了 第二次呢 也是因为一点小事 然后就吵吵得不可理喻 然后就也是去离婚 然后我妈和孩子 有打电话 就一个记得哭 然后我俩就回来了 第三次是因为什么事呢 和别人发一条信息 好像是她非要看 我说你看我信息干嘛 你看我信息就挑这毛病 那毛病的 她说她不是真想看 反正就是吵起来了 去给她看呗 我怕她又说这说那的 你到底有没有事 没事 然后就吵起来了 又吵起来了 那后来怎么又没离呢 工作人员说 现在离婚得排队 得排一个月 让我们回来等着 等着等着我就 得了面贪了这段时间 真想离吗 当时的时候是想离 那为什么三次都没离场 也觉得是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嘛 然后当时的时候也是觉得她挺踏实的 觉得有时候自己也是有点任性 有的时候也挺恨自己的 对 也挺矛盾的 第一是恨自己 为什么就那么没能力 第二恨自己 为什么总是忍不住坏脾气 第三是恨自己没志气 想离又离不开 想过又过不好 对 是吧 面贪了 我看你现在的样子 好像也像面贪一样 恢复了好多了 你跟她在一起了面贪的时候 第三次离婚回家等着她一个月 然后面贪了 就在家里 她在旁边 对 我们本来是打算离婚的 然后就把离婚这次就放下了 她就到处带我去治疗 然后开车去 她还会开车呢 她会开车 那人家也不是啥都不会 刚开始的时候 她挺好的 就是无论学车之类的 她都学得挺快的 看见她面贪吓人不 当时就觉得心里挺着急的 就突然之间怒火都没有了 对 都离婚了 你管她呢 你没想起她嘴毒的时候的样子 当时没有想这么多 你就心疼她了 对 你就带她去看病 急不急啊 当时就挺着急的 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了 你面谈之后 人家怎么对你好的 每天打听 哪里能给我治疗 因为医院我们已经去过了 他们说没有好办法 我们只能找一些偏方去治疗 当时她就考虑到 我不上班没有钱 然后她就偷着打电话 到处借钱 问她姐姐 问她家里人 其实当时我是有私心的 其实我当时有十万块钱左右的存款 但是我没拿出来也没告诉她 然后我就想看看 你去借衣服借饭钱的时候 能犯多少难违 让你体验一下 我也想看看你对我到底好不好 所以说她就一边抽钱 一边用她很少的关系去打听 到哪里能治疗 然后鼓励我说 肯定能治好的 只要你锻炼 只要咱们一直治 肯定就能治好的 到后来她找了一个中医博士 然后给我调理好了 就是马上科病 你还找得到中医博士呢 打听的 钱借着了吗 借着了 也是 向谁借的 娘家还有我姐姐家也是 当时也没有朋友 借钱求人难吗 肯定是觉得难 她那段时间对你好吗 给你发脾气吗 那段时间其实我脾气不好 那段时间就是本来我也说过 我这个嘴特别厉害嘛 然后我这个嘴突然间又说不了话了 也有朋友说这报应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出门 也不敢出去 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 就天塌了一样 我就觉得听不到最后 竟然连话都说不了了 然后就抑郁了 就每天就是 因为找她的茶 拿她出气 这么不行 那么不行 找她麻烦 然后她都没在和我吵 也没在和我计较 那说明人家以前那发脾气 就是心里不开心 对 但人家不是一点包容力都没有 对吧 你病了之后 人家一点脾气没有吧 她忙前忙后的那个样子 好不好看 是不是你以前所嫌弃的 那个邋里邋遢的样子 你会发现她还有点本事 当时发现 其实她挺在乎我的 只过是我也没和她深地接触过 结婚以后 也没让她体验过 两口子在一起 一家人在一起的什么感觉 我每天晚上都上晚班 然后白天又不起床 她那段时间会安慰你 会安慰 她说 咱们还有孩子长着 你若倒了 我们全家又倒了 我和孩子都指望你 你肯定能好的 很多人都得过 然后人说 谁谁谁都治疗过来了 只要咱们不放弃 肯定能治过来的 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温柔吗 温柔 感动吗 感动 但是当时那个心态 还是求她麻烦 她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十万块钱交出来 她这个病好了以后 好了以后才拿出来 对 好了以后拿出来干嘛 把我之前欠我娘家那些钱还上 然后想让我 真正帮我去干一份事业 就是想让我改变一下 觉得自己心里内疚 不好意思 你还存了十万块钱的私放钱 我害怕离婚以后 又得翻嘛当时 也就你这老婆老实 她其实真的老实 她不厉害 她要是厉害的话 你能存得到十万块钱吗 其实我俩之间 矛盾都不在钱上 包括她不上班 其实她不挣钱 那在哪上面呢 就是在沟通 还有在 我可能就一直想往上走 然后她好像和我正好是个反面的人 她就想在原地怎么舒服怎么来 你是说人家没上进心呗 对 你有上进心吗 以前的自己可能就喜欢那种安逸的生活 就是也不想就是说是出去挣钱或者怎样 就想着自己在家里带孩子 那现在呢 现在有上进心吗 现在觉得很确实和社会脱节了 然后就想着去改变一下自己 去提升一下 然后我们两个能同时的干上步伐 一起去努力 现在怎么样吗 我病好了之后 我就把她欠的钱给还上了 然后又借了点钱 给她开了一家美容店 她开始是不愿意做 她不敢做 加盟之后她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就害怕 害怕自己把这些钱都扔上了 我就说 不指望你挣钱 就让你出来体验体验 你也有自己的人生 你也要懂得这个过程 就这样 我就一直帮着她开了一家美容店 我们三年时间 她自己现在有八家饭店 刚开始的时候是她帮我 因为我没有经验嘛 然后她会把一些经验告诉我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管 说明她还是可以的 对 夫妻是要帮助她共同进步 夫妻不是你背着我 我背着你走 而是我掺着你 你掺着我走 她现在漂亮吗 漂亮 会打扮吗 会打扮 觉得她是一个好妻子 对 以前她做妻子 你给她打多少分 我给她打负分 那现在呢 现在给她打八十分 她现在和以前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以前的时候确实 我觉得在婚姻当中 我们肯定都是有不足的地方 你以前给她做丈夫打多少 打六十分吧 现在呢 现在话是九十分 你还给她打得高一点 她还才给你打八十分呢 因为 确实因为她帮助我 帮助我很多 在事业上 夫妻不是互相帮助 有些女人看上去傻 看上去笨 看上去不修边幅 邋遢 脾气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得到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所以当我们男人发现女人脾气特别不好的时候 你要想想 是不是我没有给够足够的爱 你咋哭了呢 你就是年龄大以后就懂了一些 你就懂了 接下来我们听听三位老师对这段情感的解读 你好 雪萍 我想反思的是 作为一个女人 在步入婚姻之后 应该怎么成就自己 有很多人其实她是有惰性的 觉得自己有了个依靠 老公在外面可以赚钱 我把家管好 好像我就已经很可以了 我们如果能像她出现了面摊那个时候 那样的状态 如果能够再早几年 也许你们的婚姻质量会非常好 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 当你开始自强了 当你开始自我发展了 你会发现 整个世界开始向你敞开了大门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女人 真的是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建设 你的改变带来了你们现在的幸福 我看着觉得特别地开心 而且我真的觉得此刻的 你就像一朵鲜花在绽放 而那个土壤恰恰是你自己 谢谢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两位好 刚刚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多小了 雪萍好像又比较地任性 以我的情绪为所有的事情的主导 东莱那时候也小 你不能理解 你也需要被疼爱 你们就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这个恶性的循环就是 我想要你不给我就跟你闹 你一闹我烦我就躲 夫妻关系之间就这样渐行渐远 之所以后来你们慢慢走过来 一方面是你的那个病 它成了一个转折点 突然间让雪萍其实有一个顿悟 就这个世界 你没有人能够去真正地去依靠 所以你开始不仅去照顾她 在她好了之后 你开始去 在她的鼓励之下去创业 独立开始 为什么说独立对一个女人来说 特别地重要 是因为她能够让你去 发现你自己的内在的力量 然后自信 能够让你去感受到 你自己的价值感 你的价值感不是只等着 每天丈夫回家之后 给你一个拥抱 给你一个微笑 好像我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而是我自己能够去 通过自己去创造 相信你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彼此不仅看见自己 也看见对方 独立地坚强地 相互信任和支持地走下去 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谢谢 谢谢老师 胸口还疼吗 不疼了 不疼了 有疤吗 有点 你心疼吗 听说她有疤 还行 解气吗 结婚时候都太小了 缺少生活的阅历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特自我 这跟城里 乡下也没啥 乡下孩子不是孩子呀 也都受宠 都有个性 相处起来比我们这些老同志啊 要难 我们都有兄弟姐妹 从小受过这种亲密相处的 尤其同龄人亲密相处的训练 你们没有 都是父母 手心里的宝 长大成人以后 跟一末成人凑一堆 虽然爱得要死要活 但他真需要时间 恋爱的时候看到的全是优点 婚姻不同 慢慢慢慢 发现的全是对方的缺点 所以真正幸福的婚姻 你看走到迎婚 金婚的很多人 他就会说 哎 我们一忍再忍 直到忍无可忍 然后你就慢慢做一种努力 因为这个缺点 让他变好 好的婚姻就是 两个成年人 错到一起 一个屋檐下 一起编好的故事 希望你们珍惜当下呀 一次成全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其实呢 你们俩之间 恰恰说明了一件事情 夫妻俩在一条船上 手上都得拿着奖 力气多大 有分别 但是否尽力往前滑 那是必须的 好 接下来有什么话 跟妻子说 谢谢你来 咱俩从十八九岁 一直到三十一二 一起经过这么多年 可能比人家 从大学恋爱的时间都长 我也从来没说几句好话 我也从来没说几句好话 也没向你道过歉 更没给你过过一次节日 都是我的错 尊重向你道个歉 如期 我们以后共同努力 携手创造我们更美好的未来 礼物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这只能说明他还是长四方钱 这确实是用我最近的四方钱买的 他又出了四方钱 算了 回去解吧 回去两个人一起慢慢解 总有解不开的小哥的 但是我们就是在不断地解疙瘩的过程当中 别的不多说了 吵吵架很正常 生活总是这样 希望你们以后更加幸福 谢谢 再见 谢谢可怜老师 谢谢老师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都是我的错 我们以后共同努力 携手创造我们更美好的未来 婚姻就是找个队友 同舟共济 因为生活不易 好吧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吵架 有那个吵架的劲儿 不如一起加把油往前滑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你来到这个舞台 分享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